针对以色列连续两天袭击连离部队一事 联合国方面以及多国领导人在11号都表示了强烈谴责 认为乙方的行为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表示 乙军袭击联合国驻地造成违和人员受伤 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违和人员必须得到冲突各方的保护 古特雷斯表示 国际社会声援受伤违和人员的反应是理所应当的 这样的反应也是在明确告诉以色列 这类事件无法容忍不能再发生 法国总统马克龙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11号发表联合声明 对违和人员遭袭受伤表示愤慨 三国呼吁各方立即停火并全面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并表示 这是让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和黎巴嫩人 安全返回家园的唯一途径 当地时间11号 西班牙外交部召见了以色列驻西班牙临时代办 就以色列袭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事 表示谴责 法国和意大利也分别召见了以色列大使 要求以色列对袭击做出解释 挪威外交大臣埃斯彭巴尔特埃德 11号对以色列袭击连离部队的行为表示谴责 称这种做法令人担忧 呼吁相关方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俄罗斯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表示 俄罗斯对以军袭击连离部队营地的行动感到愤怒 俄方呼吁不要对连离部队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11号表示 以军在黎巴嫩升级局势将引发可怕的后果 以色列必须承诺保障联合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